嗨,大家好,我是Micky老师 今天要分享的绘本是 雅丽山大河发条鼠 我们可以看到书上有两只老鼠 到底发生什么事呢? 我们赶快来看看吧 救命啊,救命啊,有老鼠,有老鼠 一阵尖叫声后 传来了Kinning漂亮亮的香壮声 杯子,盘子和汤匙到处飞来飞去 嗨,小朋友你们好 我是小老鼠雅丽山大 我正拼命地跑向我的洞里面 我只不过是想要找一些面包屑屑 可是人们每次看到我 总是先尖叫声 救命啊,救命啊 然后就拿着扫帚一直追赶我 啊,害我肚子又饿又累的 有一天屋子里面没有人 亚历山大却听到了吱吱吱吱吱吱的声音 从安妮的房间传了出来 他悄悄地溜了进去 猜猜看,他看到了什么呢? 是另外一只老鼠哦 可是这只老鼠和他不一样 不是一只普通的老鼠 他没有脚,而是有两个轮子 背上还有一根发条 哎,你是谁呀? 亚历山大问他 我是发条鼠威力 我是安妮最喜欢的玩具哦 每次我都要靠人们帮我上井发条 让我绕着圈圈跑 我才会移动哦 我们每天晚上都睡在 很舒服很舒服的枕头上 你知道吗? 我都睡在洋娃娃跟退迪熊的中间 很幸福 大家都爱我 他们不喜欢我 亚历山大难过的说 不过他还是很开心 认识了一位新朋友 哎,我们一起去厨房 找些面包屑屑吃好不好啊 哦,不行不行 我需要靠人们帮我转井发条 才可以移动 不过没关系 大家都爱我 雅历山大也很爱威力 只要有机会 他就会跑去找威力 告诉威力有关扫帚 飞来飞去的盘子 和捕鼠器的冒险经历 威力会告诉他 玩具企鹅 太狸熊的故事 不过啊 最常提到的还是安妮 两个好朋友 一起度过了许多快乐的时光 可是每当雅历山大 孤零零的躲在黑暗的洞里面时 他都会好羡慕威力 唉,为什么我不能像威力一样 是一只被疼爱的发条鼠呢 唉 有一天威力告诉亚历山大一个神奇的故事 我告诉你哦 这是一个秘密 在花园里 那个黑莓树丛的旁边 住着一只魔法蜥蜴 听说它可以把动物变成不同的样子哦 你的意思是 它可以把我变成像你一样的发条鼠吗 嗯,是啊 于是亚历山大跑进花园里 然后轻声地喊着 蜥蜥蜥蜴 魔法蜥蜴 这时候有一只五彩缤纷的蜥蜴 出现在它的面前 听说你可以把我变成一只发条鼠 是真的吗 满月的时候 你带一颗紫色的蜥蜿石来找我吧 嗯,好好 我一定会找到紫色的蜥蜿石的 接下来的几天 亚历山大每天都在找紫色的蜥蜿石 可是啊 每次都落空 它已经找到了黄色的 绿色的 蜥蜿石就是没有紫色的 那一天 亚历山大又饿又累地回到屋子里 它却看到角落有一个箱子 里面塞满了旧玩具 威力居然在里面耶 威力,发生什么事了呀 威力悲伤地说 最近安妮过生日 每个人都送到生日礼物 第二天 哎,许多旧玩具就被扔到这个箱子里面了 我们就快要被丢掉了啦 亚历山大听了 也差点哭了出来 威力好可怜哦 突然间 他看到了紫色的蜕卵石 亚历山大很开心地抱着紫色的蜕卵石 跑进花园找蜥蜴 蜥蜥蜴 魔法蜥蜴 我找到紫色蜕卵石了 而且今天刚好是满月耶 蜥蜴问 你想要变成谁 或者是什么东西呢 我想要变成 蜥蜴蜴 你可以把威力变成像我一样的老鼠吗 蜥蜴眨眨眼睛 出现了刺眼的强光 噗 然后紫色的蜕卵石就不见了 亚历山大咚咚咚咚咚咚咚的跑回屋子里 他爬上了箱子 来不及了 威力不见了 就在这个时候 吱吱吱 从洞里面传来了声音 他小心翼翼的靠近洞口 他说 你是谁啊 我是威力 那只老鼠说 威力 你是威力 蜥蜴蜴的魔法成功了 他紧紧的拥抱威力 两个好朋友一起跑到花园去跳舞 一直跳一直跳 直到天亮 好故事说完了 好听的话请给Micky老师拍拍手 可以的话请去买这本绘本 亚历山大河发条鼠 然后 感谢观看